本期为你解读的是第二性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67万字 我会用25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构成人类社会一半的女性 为什么会沦落到附庸男性的第二性地位 她们如何才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自由 独立平等与尊严 在历史上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似乎不约而同的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 比如咱们国家的周易认为 男性是天是阳是智慧和尊贵 女性是地是阴是欲望和卑贱 说文解字解释妇女的父子说 妇服也从女持肘撒扫也 也就是说妇女就是拿着扫帚扫地的 明清律法甚至规定 丈夫打骂妻子非死勿论 无独有西方的圣经也认为 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 是为了让女人陪伴男人 女人是偏离的不正常的男人 她们引诱男人犯罪 给世界带来了永恒的灾难与痛苦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东西方历史不约而同的把女性 置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呢 难道说女性真的像历史上的学者 所描述的那样 是无知虚荣懦弱这些品质的化身吗 为什么隔着一整个大陆的文明 会如此巧合的认为她们是列等了性别呢 那通过今天的解读 也许你会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作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第二性被认为是讨论妇女问题的最全面 最理智 也是智慧的著作 也正是这本书帮助作者西蒙德 波夫娃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女权运动代表人的地位 在波夫娃之前 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 尽管这些先驱们帮助女性争取到了工作 教育和政治上的权利 但是也陷入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第一次女权主义思潮 否认了女性的先天特性 走向女性男性化的极端 很明显女性的男性化并不能帮助女性从男性标准中独立出来 她们依然在借助着男性的准则 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 她们不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超然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 她们不是社会的一半 而是社会的附庸 而波夫娃实现了怎样的突破呢 除了强调女性应该投入工作 成为主动生产的人之外 波夫娃并没有剥夺女性的身份气质 而是巧妙的让女性以女性的身份 建构独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让女性真正以人的身份 而不是奴隶的身份赢得人格自由 她的创造性思想直接影响了整个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走向 那通过这本书的学习 如果你是女性 也许你会突破心理上限 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追求 拥有超脱自信的人格 顽强独立的意志 以及卓越的理想追求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男性 那我们就会彻底的改变对女权主义的传统认识与偏见 以更睿智宽容的视角 看待两性地位的前世今生 站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角度去思考 女性问题如何与男性的息息相关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将从三个部分为你解读第二性 第一部分我将讲解历史如何把女性变成男性附庸 展现传统领域的妇女观念 第二部分我们将了解成长历程中的女性 如何形成女性气质 不同社会角色的女性面临怎样的困难 第三部分我将解读波夫娃的女性主义观点 展现女性解放的未来前景 好现在呢我们来开始第一部分的讲解 去看一看最初历史上的女性附属地位 是怎么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 因为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下 体力劳动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 这对女性存在着先天的不利因素 因为女性在体力上普遍啊 都是不如男性的 再加上怀孕的女性基本上就丧失了劳动力 在漫长的九个月里 他们必须要依附强壮男性的保护 并且从男性那儿获得食物 于是生产力的局限和生理的构造 共同决定了女性的结局 那就是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女性都只能是弱者 他们必须依附男性才能生存 尽管说在漫长的历史中 存在过短暂的女性崇拜 但这是因为男性还没有认识到 精子对女人怀孕的决定作用 他们也没有充分的发掘自己支配自然 改变自然的能力 这个时候的男性就像崇拜决定 他们生死和收成的大自然一样 崇拜能够孕育生命 能够帮助种族延续下去的女性 此外世界上也存在过 让女性拥有财产权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拥有财产权的女性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说巴比伦的妇女 能够得到父亲的一部分财产 因此她们对婚姻也就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埃及的女性甚至和男人一样 可以继承财产 于是她们和男人的地位相对是比较平等的 但是这些特例都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 那就是女性从整体而言 依然是男性社会的附属 只要她们还不能拥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她们就无法摆脱被操控的命运 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从古至今 我们在医学 社会学 哲学 以及文学作品中认识的女性 都是男人笔下的女性 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软弱无力的女性 在人类早期科学知识还比较有限的时候 对女性的认识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但这并没有阻挡男性对女性群体 常识性的概括 这些还很无知的概括 已经表现出了一个父权社会 对女性的极度鄙视 比如西方医学之父西伯克拉底 在西伯克拉底誓言中就告诫人们 女性的子宫是游荡的 会给女性带来种种烦恼和疯狂 只有性生活和怀孕才能让她安静下来 亚里士多德也在《论动物的生成》中写道 只有雄性的精液让雌性的养料成型 才能产生新的生命 她把女性看作营养物质 除了提供养料之外 对生命形成没有任何遗传 或者基因方面的作用 那么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 这个情况是否有改变呢 很可惜身为发言人的男性 依然是整个社会和文化唯一的声音 不断地从他们的立场诉说着故事 不停地加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权 因为在他们看来 男性就像是不断流淌的血液 是生机勃勃的 是崇高伟大的 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总是勇敢地迎接着世界的挑战 并且尝试着改变世界 这是他们的崇高之处 因为他们不再觉得活着高过一切 他们超越了生命本身的意义 他们只知生死于度外 他们不再是动物了 而是高尚的人类 而女性这群依靠他们度日的寄生虫 这群贪生怕死的躲在家里 用生孩子换取食物的懒惰群体 依然是可怜的动物 在子宫和坟墓的循环里 苟且偷生 在男性看来 女性是低劣的 是动物的一员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解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听到了传统领域 对女性的种种误解 以及贬低 而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早期社会生产力的低下 导致体力不占优势的女性 必须要依附男性生存 那这也让东西方社会共同形成 妇权社会的体系 那既然女性最初的附庸地位 是生产力低下的结果 那么随着生产力的提升 她们的社会地位 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呢 或者说 为什么女性始终没能觉醒 去争取她们有可能拥有的平等地位呢 那这就要进入第二个部分的讨论了 关于女性气质是怎么固定下来的 波夫娃认为 女性并不是天生拥有女性气质的 我们现在认为 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特质 比如说感性 缺乏逻辑 追求安逸 不喜欢挑战 神经敏感 需要保护等等 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实际上都是社会 或者说更具体一点 就是父权社会 所赋予女性的标签 如果一个社会 只有一种性别占优势 如果它只让男性的声音传播出来 我们怎么可能期待他们替女性说话 期待这个社会展现出的是真实的样貌呢 于是与理性 勤奋 勇敢的男性对比 女性被塑造成了一种 和男性相对立的弱者形象 在儿童时期 男孩和女孩 很难意识到 双方存在着性别的差异 女孩的并不像弗洛伊德 所认为的那样 由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阴镜 想象自己被阴割掉了 因而一生都无法摆脱 自卑和嫉妒的情绪 小女孩并不需要羡慕兄弟 比自己多出来的阴镜 那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 实际上 男孩和女孩的心理差距上 是社会逐渐灌输给他们的 并不是他们自发意识到的 当父母开始拒绝男孩们 对拥抱的要求 却继续让女孩撒娇之后 他们偷偷告诉男孩 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因为你是一个坚强勇敢 未来会有大作为的男孩 你还要为自己能够站着撒尿自豪 于是男孩们 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特权 并开始嘲笑他的姊妹的缺失 这种自豪和骄傲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被一次次给予男孩 他们也越来越有勇气 不断的发明创造挑战自我 证明自己的主体地位 相应的女孩呢 则不断的被灌输顺从讨好的观念 他们阅读着男人的语言书写的童话书 慢慢的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男人创造的 他们只需要作为公主被动的等待拯救 他只能期待爱情期待奇迹 渴望神秘力量从天而降 把他们从倍感压抑的命运中解放出来 于是他们就越来越迷信神秘主义 无处发泄的精力让他们神精致 他们所能够掌握的世界不断的缩小 终于失去了全部智慧和勇气 到了思维和身体都在快速发育的青春期 男孩和女孩之间终于出现了一条鸿沟 最初长大的少年勇敢的向世界发起进攻 在体力和智力的拼搏中经历受挫并建立自信 在所有人的鼓励声中迈出了进入社会的第一步 而最初长大的少女面对的是让她羞辱的乳房与月经 面对的是被看作玩物来评价的注视 她最终可以分担母亲的家庭重担 陷入到无休止的洗洗刷刷中 开始了她原地转圈的无聊工作 等待和母亲一样的命运 她们将迎来一眼能看到头的结婚 生育与家务劳动 永远排除在生机勃勃的社会之外 成为一个男人的私有财产 独自等待在后花园 她们终于成为了成年女性 也拥有了一切女人的缺点 比如她们不关注世界 只能关注自己 一点点不舒服都要大惊小怪 因为她们本身就被定义为柔弱服从的角色 那么理所应当享受弱小 带来的安逸的牢笼 月经和怀孕带来的不是被无限的放大 喋喋不休的发泄 无处使用的精力 只有那些投身于事业的女性 才能够把月经和怀孕看作正常的生理现象 正是月经和怀孕 真正带给自己的微妙改变 而不是向男性和整个社会邀功的手段 再比如她们爱慕虚荣 喜欢打扮自己 因为她们是被买方一般的男性注视的对象 只能够通过打扮来提升价值 她们穿着不利于走动的衣服 把自己像洋娃娃一样放在橱窗里 一旦她们的裙子弄脏了 头发弄乱了 她们就像浑身赤裸一样 失去了所有骄傲 因为她们一切的自信都来自于外在 外在的服装和妆容 外在的注目和殷勤带来的荣耀 她们的内心是一片荒芜的泥地 还比如她们迷恋爱情 但是男性甘愿被她吸引时 又矛盾的想逃离 因为她被父母和社会许诺过 现在的压抑可以通过美满的爱情获得解救 男性对她们来说 是偶像和神明般的存在 为了赢得偶像的垂帘 她必须要学习一些小花招 像欲情故纵的手段 已显得自己难得可贵 保持神秘的微笑 来显得自己心里颇有几分见地 用热情而交切的注视 来吸引男人狩猎的热情 当这些从妈妈口中听来的技巧 终于帮他们获得一个丈夫 她才惊讶地发现 自己似乎被骗了 婚姻生活并没有让她获得自由 她只是从一个监护人的手里 被移交到了另一个监护人的手里 而她心中救世主一般的理想丈夫 终于在痛苦的新婚夜变成了野兽 她们将会迎来新的生命 成为母亲 洋洋得意地以为 自己终于有了自己的财产 可惜这个喜悦太短暂了 从婴儿出生以后 女人就开始失去她们 这个生命并不属于她 如果那是个男孩 她很快就会离开家庭 这个狭窄封闭的空间 毫不留恋地投向社会 开始她的征服 如果那是个女孩 那不过是自己可怜命运的复制品 就这样 女性在繁忙又空虚的家务劳动中 变老了 伴随着决心 当她们终于看穿了 这个世界的虚假承诺时 她一生中最应该奋斗的宝贵岁月 已经过去了 回想自己的一生 她们喃喃自语 原来自己从不曾同时成为一个 既有用又独立的人 当然也有一些女性 并没有投入到传统的 结婚生育的命运 她们是妓女 同性恋和修女们 伯父阿认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妓女和家庭主妇的地位 其实是一样的 二者都是以身体换取经济知识 所不同的是 主妇是属于一个男性的私有财产 二者具有长期合作关系 而妓女属于公共财产 仅仅以一次性服务 换取相应报酬 妓女身份毕竟是低下的 充满危险的 因此往往是 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 更容易接受这个职业 毕竟在生存的面前 这无论如何 都是一项谋生的手段 她和男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从事重体力劳动 维持生计 其实在本质上 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 虽然说 我们对这个职业 存在着诸多的禁令 但是对于部分国家来说 嫖娼是合法的 比如说德国 在2001年 就通过一项法律 允许妓女享有社会安全福利 她们可以与嫖客签订合约 如果说嫖客事后拒绝付款 那妓女可以根据合约 对她进行指控 可见卖淫对经济困难 或者说债务缠身的女性 是一个求生出路 尽管她的好坏影响 至今争论不休 多数妓女在从事性服务的时候 是性冷淡的 她们对嫖客往往带有阶级愤怒 她们很少有性高潮 否则的话 可能就不会收嫖客的费用 有些妓女甚至成为了同性恋 用这种方式 宣泄内心对男性的厌恶 和对女性温暖肉体的赞美 事实上 对女同性恋来说 无论她们是因为拒绝失去主体地位 厌恶男性 还是有恋母情结 她们都沉迷于 从女友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 在同属于女性的怀抱里 她们享有着女性温柔的气质 又避免了被坚硬粗糙的男性征服的危机 对于男性 她们不得不承认 对方强壮有力 却又怨恨她们夺削了自己的女友 那至于是否存在着平等交往的可能呢 或许啊 只有明朗坦率与自然的心态 能够取代虚伪 敌意和做作 所带给我们的阴影吧 还有些女人 因为恋爱受挫 或者是其他困难 把自己狂热的献身欲望 寄托给了上帝 在上帝身上 她们实现了渴望被拯救的偶像崇拜 通过高高在上的神权 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幻想 同时 这个虚构的形象 又从来不会让她们失望 于是 很多修女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都表现出了 把自己 献给男人一样的激动 她们又描述肉欲的词汇 描述自己仿佛被天使的长矛 贯穿的感觉 在想象中 体会自己被全然的爱护 借助上帝之手 获得了征服世界的快感 好 那以上的就是第二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一个女人 是走上传统的人生道路 还是成为比较特殊的群体 她们都无法在男性社会中 形成自己的话语权 依然是在男性价值观的体系下 决定着自己的行为态度 她们没能摆脱男性社会的附庸地位 找到一条平等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这同样是第一次女性主义思潮 没能解决的难题 不管她们是友谊和男人显得不一样 还是和男人显得一样 她们都是男性话语体系的附属 那么女性究竟怎样才能够形成 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 那就让我来带领大家进入到 本书的第三部分的讲解 波夫娃对于女性解放的新观点 波夫娃认为 女性应该在承认自己女性身份的前提下 投入社会工作成为生产的主动的人 唯有她们不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 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私人领域不消失 如何在主动身份与自我意识之间维持平衡 也就成为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的探讨重点之一 此外她们还必须要破除种种心理上的障碍 比如渴望依附男性心理上的虚弱感 她们要意识到在脑力劳动的时代 自己已经拥有了可以在社会生存的能力 而婚姻并不能帮助她们分享男性的光荣 那其实是一个靠不住的谎言 她们还意识到她们的肉体并没有那么虚弱 她们也无需通过装傻和示弱来获得恋爱 因为她们可以成为坚强而勇敢的人 也能够凭借着知识与劳动在社会获得一席之地 而柔弱所获得的特殊照顾 永远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 被强大者开辟出的保护伞一旦被撤销的话 她们就会一无所有 就像尼采森说的 道德有两种 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 轻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女性已经习惯于轻逊卑微的奴隶道德太久了 现在她们应当拿回自己的贵族道德 最后 如果一个女性拥有雄心壮志 想要人类历史上留下名字 而不仅仅满足于有一份体面工作的话 她必须要投入真正的努力和决心 不被轻易的动摇想法 不因为差不多的成就而沾沾自喜 如果她们真的想要 躋身顶尖领域 打破一直以来的玻璃天花板 她们就必须摆脱对洁净的依赖 真正踏入自我磨练和自我认知的痛苦深渊 在挫折与失败中锻造那闪闪发光的巨大灵魂 因为唯有这条坚信的道路 才是唯一忠实可靠的道路 一切海市蜃楼的诱惑 只能够带领她们堕落在安逸的幻境中 天真的等待着被重锤击碎的那天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见证了女性在东西方 共同处于附庸地位的原因 时代的局限成为千百年固化的牢笼 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囚牢下被限定 被概念化 被标准生产 被约束脚步 其次我们又探讨了 为什么随着生产力提高 女性依然没有突破牢笼走向心生 固有观点 羁绊了她们的脚步 心中回响的声音 不断地提醒她们的弱者身份 一个被社会塑造的女性 吞噬了她们天然的血性 最后我们共同了解 不复娃革命性的女性主义观 意识到唯有女性自己破除自己的思想牢笼 踏上艰难而充满荣耀的变革之路 才能够摆脱千百年来沉重的枷锁 迎接真正的自由与痛苦的独立 那通过知识的武装 意志力的提升 经济的独立与思想的同步强壮 女性有能力摆脱由于历史上的劣等地位 时至今日带来的思维上的局限 正是自己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拥有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的事实 希望她们的劳动价值与男人的劳动用同等的标准衡量 根据她们的劳动获得所得 而不被认为是凭借潜规则才能比男人职位更高 希望女性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是否性和婚姻 而不被以处女的身份年龄的大小来决定婚姻市场的竞争力 希望婚姻是因为双方志同道合 共同的生活能够帮助双方实现共同的人生目标 而不需要其中一方牺牲人生理想 希望婚姻结束是因为各自有心的发展和未来选择 因为平等而结束 而不需要男方支付赔偿 女人的价值不再以年轻貌美和生育力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哪怕在她绝境以后 也可以凭借着智慧 才华 品德的魅力获得追求 希望生孩子是因为自己想要孩子 并且情愿为了得到一个孩子 牺牲自身发展的几年时光 而不是因为社会压力 在这一天 不仅是女性获得了解放 对于男性来说 同样削弱了背负女性重量 所带来的发展限制 和社会刻板印象所要求的绅士风度 带来的经济威压 男女各有份 男女各是彼此的归宿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了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